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撑起了半天 半变天 到嘉义去打了这一张 当然差距七万多票 不过过去总是一直都这么艰困 总是有为福的成长 已经算是一个辛苦而漂亮的一张 谢谢浅秋的鼓励 这次到嘉义去参选 的确大家都知道 一开始就是 本来是希望在野大联盟 但是没有顺利成功 所以国民党总是要有人扛起来 就是下去参选 那我之前也讲过 我从来没有参选的经验 然后参与选举也从来不是我的选项 但我连立委都没有选过 那所以的确对我来讲 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那我觉得更大的挑战是 嘉义县我们已经失去执政二十年 所以民进党在那边的根基非常的深 那这个包括2018年 那时候是有寒流的情况 国民党都选的不好 那时候得票率都不到三成 所以其实那个整个基本盘 是越来越萎缩的情况 所以当然我这次被派下去选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就是说至少这个基本盘不能再萎缩 一定要巩固住 然后希望还可以有一些的成长 那还好这次最后选下来 这次我的得票率是37.1 就是超越上次的 应该超越前两次的 这个选举的得票率 那比较欣慰的是 我们在民雄第一大人口数的地方 过去大家都不喜欢挂着国民党 那这位民雄的乡长林玲林 他是挂着国民党籍 然后最后就是夺得了 第一大乡镇的这个乡长席次 所以在指标上面是有一些意义的 就是说蓝军这一次再加一线 虽然我们还是输了 但是在基本盘的基础上 有往上再成长一些 这样子 那另外就是我们提名的现任的议员 也几乎都是全部都上 那这一次大体而言选举的结果 你如果论蓝军跟民进党 民进党虽然赢 但是他其实是输 就是说国民党虽然输 但是有部分他其实是赢 就是其实我说过 长期二十年民进党 在嘉义县一党独大 他们这一次夸下海口 他说他们所有提名的 通通都要全雷打 他们国家队 他喊的当上叫国家队 要全雷打 然后呢 他们县长得票数呢 要拿七成 要拿全国最高票 也就是说他们在嘉义县 是完全看扁了国民党就对 就是说国民党派谁来都没有用 反正呢 这个整个嘉义县就是我的天下 那大家知道在嘉义县有一个叫陈明文吗 处处充满明文规定 那这一次明文规定呢 是某种程度被打破了 因为主要是嘉义的太保市 大家知道吗 蔡英文他竟然跑到嘉义县呢 他特别在乎太保市市长 民进党没有当选 那为什么呢 这个很微妙 这个跟现在蔡赖市长 待会我们可能会提到 有点关系 因为太保市 他这一次是分裂 一个五党籍的叫郑淑粉 那一个民进党提名的叫戴光宗 蔡英文现在去站台的时候 他就说 大家要全力支持 太保市的戴光宗 就民进党提名的 一定要赢就对了 那现任的县长翁章鸟 也是强力的服选 他们国家对强力服选 结果开票 结果呢 民进党提名的戴光宗 就是输给了五党籍的郑淑粉 而这个五党籍的郑淑粉 他是谁呢 他是民进党党籍的 之前的太保市市长的秘书 他自己去选议员 他挂着民进党籍去选议员 但是呢 他的秘书用五党籍 被民进党开除 他继续选 选赢了民进党 结果选赢了 那这个黄荣丽支持谁呢 赖清德 他所有的看板 都挂着信赖台湾 所以很微妙 就是我在嘉义县看到了 这个民进党 他们党内之争 蔡赖之争 在嘉义县就真实的上演 而谁占了上风呢 现在看起来风 是站在赖清德这边的 就是以黄荣丽 他力挺赖清德 然后民进党还扬眼 要开除他的情况底下 最后他的秘书 用五党籍 竟然赢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赢 不只是他们的赢 也代表着赖清德 他现在在民进党里面的分量 即使总统大军压境下去 他那个场子 两万人的场子 然后大声喊说要支持那个戴广忠 结果完全被打脸 就是民进党提名的 完全连一个蔡保释市长都选不上 那他这一次呢 民进党他在乡镇市长算是大败的 为什么是大败 嘉义县有18个乡镇市 结果呢 他有八个五党籍的都上 加上国民党一席 总共九席 这九席对九席 就是一半 一半对一半 已经是到这个情况 有个快要变天的氛围在里头 而且这九席呢 很多都是主要的 譬如说像民雄 必义大乡镇 人口 然后太保跟铺子 他是这个经济 政治的重镇 这样子 这个都变成是五党籍 然后东时 东时也是五党籍 帆路乡更是一个素人 他是一个钥匙出来 帆路乡是他们议长的故乡 就是民进党议长的故乡 也翻盘变天 有一个五党籍 这个是北部比较没有注意到的现象 对对对 其实因为大家都在关注那个新竹啊 或者是这个六都啊 比较少关注到嘉义县 但是在嘉义县当地 他他这一次的这个指标 就是已经拼成是国民党加五党 对抗民进党已经是 乡镇市长已经是一比一了 就是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代表什么 就是民进党的不得人心 在连很深很深 绿道出资的嘉义县 在这一次在乡镇长的选举当中 虽然他们他们最终赢了多数的 其实国民党逃不到好 但已经在变化当中 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讯号出来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 这两天媒体有提到说 嘉义县的废票比例变高 高达这个3.9% 那这个当然也是对于 执政长的一个警讯 就是说你执政的好 大家听你这个政党 废票率不会那么高 但是当他废票率高的时候 就代表说 对于你现在的这个执政党 其实还是是表达某种的不同意 跟不满意 那这个都是这次嘉义县选举 我们看到的一些 在政治上面的讯号 它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这一次当然待会来谈嘉义市 马上到登场的选举 还有很多的陈明文 跟馆长 太多有趣的事情可以聊 但是我们从刚刚延续 赖清德这个议题 继续聊下来 因为其实在选前 大家已经观察到 台中以南 很多的地方 民进党的基层议员 或者乡政党选举的候选人 似乎已经嗅到了党内 或支持者对于蔡英文 不见得支持的 或者执政党 不见得满意的这样子的声音 跟这个温度风向 所以很多人是挂赖清德 信赖台湾的看板的 北部商务对比较没有那么多 但是中南部是多的 那么如果像刚刚嘉义这个指标的话 代表其实比方说桃园好了 其实他也是支持赖清德 他们赖清德之前的办公室的人 也去挺赖保清 其实当中有很多不可说 不能说 但已经在发生的党内的竞争在里头 那么当然昨天一个独家消息 我当时在中天的时候 一开始听到吓一跳 说哇好像是上报 立刻就有一个独家报导说 赖清德在跟礼拜天假日的时候 蔡总统官邸里头的会谈 当时只找了五个人 当然没有郑文灿 那么赖清德进去 到底跟总统谈了什么 本来这个根据总统府发出来的新闻稿 都只是讲说 哎呀我们要那个该组了 我们讲些不痛不痒的了 我们要提查民意 什么回应民意 结果呢 这个独家报导说 赖清德已经在这场会议上面 正式的跟蔡总统表达 他要参选党主席 而且他要迈向2024总统大选 我一听我就 哇这个太刺激了 那不是总统吓到当场 吓到吃手熟 然后就说 哇塞我的灭赖行动 整个已经铺成的这么缜密 结果你现在居然给我跳出来 那么当中会不会就是 因为这个关键 就是郑文灿论文 还有学历被撤销的这件事情吗 然后就哇 逃了一小时 就下一小时 突然间赖清德办公室 他就回应媒体的去询问 就是说 目前还没有决定 否认说已经跟总统表达过这件事情 他还没有决定 他也没有说死 回应你只是说 他还没有决定 但我就透露一个 自己活动上的经验 就是礼拜六 本来有一场 赖清德副总统要参加的一个 算是公益外交的活动 结果也是临时接到通知 赖清德副总统的办公室 就以这个贺电来代替 然后表达 他有极机密的要工 他用词是这样 极机密的要工 会不会要宣布参选 不知道 极机密要工要行程要去 所以没有办法去参与这场公益型的颁奖典礼 就很好奇了 那么所以如果赖清德此刻已经被逼到一个墙角了 如果他再不行动 再不展现一点尬词 出来一拼的话 就不就当年初选被干掉 一样就没有机会了吧 2024如果你这时候党主席如果不争的话 在隔魁的卡位站或相关的这个派系的安插里头 蔡总统的这个手不会停下来的 没错 我觉得赖清德已经吃过一次亏了 他应该要自己掌握主动权吧 如果是他周遭的幕僚 一定会建议他 当然要选啊 怎么可能在那边等着 你现在还听蔡英文帮你安排吗 那蔡英文的安排就不会有你啊 蔡英文的安排一定党主席会是谁 郑文燦啊 那才是他真正的心目中的阿哥跟爱将啊 对不对 一定是要安排自己人嘛 那隔魁当然更不可能让赖清德再去当嘛 那所以在你党没有办法掌握 你行政也没有办法掌握 你想要跟人家选总统 你是拿什么去选 就你的组织你的人力在哪里 所以他至少要掌握一项吧 就是党机器啊 所以我昨天看到这个媒体传出来的快讯 我是不会太压抑 我觉得也应该是要这样的布局 民主常态应该如此 是如果他是真的他自在 他本来就自在总统大卫嘛 四年前他就要挑战小英 只是被做掉了嘛 那他如果一心一意想要把自己变成是 中华民国的总统的话 那他这一局他 他应该要预防任何可能会被做掉的 这些通道毒死啊 就是所以他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出来参选 那我当然是不晓得说 为什么突然又要发一个声明 是不是觉得违逆了蔡总统 就是有点 好像被披露的内容太直接入骨了 还是有来戳了 来协调 就是说我们谈好嘛 等我们谈好再说嘛 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氛围 但是如果他是缩回去 那就可惜了 我的可惜是指说 其实我们都政党政治的观察的运作里头 不是真的已经希望人家不好 其实赖清德在我在企业接触到的经验 他是一个相对民党内相对讨人喜欢的 比较君子的 Gentlemen 然后比较没有身段的一位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比方说你看他像上一次败选的时候 立刻辞职等等的这些政治语言跟行动 也相对的符合民主运作里头 应该有的样貌 所以其实如果民党要有这样的声音 才能确保这个政党不是这样的腐败 更离民意更远 那其实才是一个好的对手 是啊 其实赖清德 我之前在立法院担任立委的时候 接触过他们几位行政院长 从林全嘛 后来是赖清德 然后后来的苏贞长 我真的觉得苏贞昌最糟糕 就是就一个院长该有的高度跟风度 他是完全没有了 那后来是变本加厉 我记得我咨询他的时候 他还没有那么的嚣张 就是不会这样子反抢 但后来我觉得他真的是变本加厉 就是很多委员 国民党的立委都是被他这样子呛 真的很离谱 那赖清德我也咨询过他 我觉得他基本上他是一个 知道那个尺度跟原则在哪里的人 那我觉得当一个行政院长 至少你这一个要拿捏的好嘛 而且你看2018年败选的时候 第一时间他就跟蔡总统请辞 就是毫不恋赞 这个就是责任政治的展现 到现在为止 各位听众 你看到苏贞昌 人家一直问他这个问题 徐国勇拜托他都已经称病 然后住院了 然后说他非死不可了 我觉得那就是在剑子苏贞昌啊 就是我一个部长 你累着不走 对我一个部长 我都知所进退 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都要走了 那你这个院长 这个脸皮比城墙还要厚 就是他完全没有觉得 他有任何需要走的理由 坦白讲 这一次民进党的大败 其中有部分 如果大家觉得民进党太嚣张 那个嚣张的印象 苏贞昌应该里面的趴数 还不少吧 就是以他在立法院 这一种叫嚣立委 嚣张跋扈 对这样的一个意象 我觉得他难止其咎啊 就是他带头 然后让下面的部长 有一些也跟着他 是这个嚣张的模样 这个就会让 就是中间选民觉得 你民进党也比较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真的就是下架 你刚好而已啊 下架你才能让这么嚣张 跋扈的人反省 那没想到他们的检讨 检讨至今 我真的看不出 他们检讨的重点在哪里 就是有开会了 蔡总统不是 前几天又找到他开会了吗 然后出来总统府 就讲这几点生命 你这几点有回应到 民众的需求吗 对于你的 对你的嚣张跋扈 对于你的贪腐 对于你的黑金 你到底想做什么 只有昨天 这个民进党党团 做做样子说 我们这个黑金枪毒 我们这个重新要定 我们这个修法 黑金枪毒人将来都不可以参选 这个都就是你很容易就看穿 他是一个应付式的嘛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馆长在呛下说 那个你们这个在中南部的 这个陈明文 他可能去帮有一些那个黑道 办这个特别接见 或是增加接见 那这个部分到底 你们想要怎么处理呢 该怎么说 那你们的中常委 这个黄成果 就是一再被你们党内的人点名 那你处理还是不处理呢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 他的执政到现在 为什么失明心 他其实有很多的缺失 但是他现在事后的检讨 好像都没有对症下药 如果是没有想要对症下药的话 那其实作为国民党 我们是应该要开心了 因为他没有对症下药嘛 所以就是说 他就没有找到方法 但是如果就国家 继续坐落下去 对 那现在他还是执政党 那我们还是希望 你握有这个权力的人 你还是应该好好帮人民做事 因为他践踏的除了是民意代表 其实也是民意 那么再来也就是说 他的执政是为所欲为 没有把民众放在 你执政的药物里头 就不会有国家政策 各种各样的面向都一样 其实是亏倒霉 是整个台湾 整个台湾的国家政策 就是看不到方向 那么当然 徐国勇支持靖乎勇 自己掀持了 其实也不真的要给他夸奖 但是他至少是里面 唯一正常的吧 因为这是正常版本 应该要有的表现 但是民进党的内阁 已经让民众这么不满意了 总统一个人 决定了所有的提名名单 然后搞了这么多个风波 但现在为止不敢有人去检讨 这个才是民主反 反常的常态 所以赖清德这一次 如果有机会真的站出来 为自己最后一站 政治生涯的生命最后一站 可是至少也还帮 民党内保一线香火 正常的香火 真的 我觉得赖清德应该要勇敢一点吧 他现在可能有点怕得罪 蔡英文 他现在很想选 他就怕得罪人 但是呢我觉得他如果想要选 打怕了是这样吗 对 他如果想要选赢 可能不能只是害怕蔡英文 他应该要想办法 去扮演一个在民进党里面 革新的改革的这样一个形象 才会得更多的民心 所以如果他想扮演这样的形象 是应该要勇敢一点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缩回去 但是你可以看到 最近的这些舆论 包括在媒体上评论的 或者他们自己的自家人 已经有很多涌现 就是要勇赖的这样的一个声浪 而且就觉得 其实很小声啊 说真的 说真的 对啦 相对主流媒体还是小声 你敢默默的跟你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对 他真的很逊 所以他可能在评估说 他自己手上的这个 粮草或者兵马 到底有多强壮 如果真的要跟小英对撞的时候 他能不能赢 因为现在看起来 这个郑文燦 他没有想要退的意思 你知道他第一时间的那个发言 他说 哎呀 我的学术是归学术 我的政治是归政治 也就是说论文超学 我躲几天就过去了 风都过了 然后不好意思 我们得先进行往外休息一会儿 但是 现场朋友跟我们意见不一样 Justin can donate 我们是说跟我们说早安 跟你说辛苦了 支持这些官员留任到2020 当然还有他的阴谋跟阳谋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通膨生息狂肠 当然就是他们这些官员 因为留下来就代表着 民党就再输一次嘛 输到底为止嘛 可是对台湾民主来讲 对台湾是不好的事情 是真的啦 对 我们是 不对的人就不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不对的人就不应该在那个位置上 我觉得赖清德就是太千千金 所以他常常就会 想 然后对 想这样 然后又突然觉得 在道德上或什么 好像不能这样子对总统没礼貌 其实他已经脑二哲学撑了 这段时间这么多年了 对啊 几乎言必称蔡总统好不好 对 那蔡英文的个性有可能 他如果跟他太对撞 他可能也会跟他 我不知道 因为我像对民党不了解 因为都不符合民主常态 我都是听了解民党的人讲 我就会相信 比方说游英龙啊 郭正亮啊 然后他们就会告诉我说 嗯 小英没有那么简单 对 我也觉得 这真的是厉害 就是像游英龙是直接 就认为选完第一要务 蔡英文在做的不是检讨党内 也不是检讨自己 在检讨 怎么样灭赖 让赖永远没有机会出头 就突然拌这一尺 他应该现在 一定要全力防堵这件事情才对 我觉得他就是 蔡英文应该是一个全力欲望 蔡不是塑胶的 对 刚刚有个网友讲好好玩 他说赖心得要准备炒菜了吗 炒菜 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所以来到8点27分 欢迎回到中央宣网 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邀请的是 刚刚在监混选区 打了一场仗回来的 王玉敏 大家好 他叫你玉敏 对 刚刚线上的朋友 有人很幽默 他就说 赖心得要炒菜了吗 赖心得到底要不要出来 打这一仗 从党内 党主席这一仗 其实理论上他要选总统 倒不一定要争党主席这个位置的 他应该是可以用其他的角色来前进2024 但问题是根据 我刚刚前面也讲 其实我对民进党不见得那么了解他们的派系 但是观察蔡英文过去的形式脉络 还有这个民进党几位了解他的大佬们 过去的形容 就是说这个 这个既然蔡英文不是塑胶做的 选后第一件事情 他不是在检讨民进党如何更好 他也从来不把民进党好不好放在心上 他的重点是在于自己的权位保不保得住 跛脚 可能会被打到脚断掉 抽脚筋 这种情况要避免 所以灭赖行动在败选之后立刻展开 那么各种的协调 把他找进去总统服务里面的协调 其实应该只是想要搓个原子汤 搓一个共同推出来的党主席人选 过去赖行动都这么乖 这次可能会乖乖听我的话 结果这次突然冒出来说 赖行动可能会自己参选 这件事情应该就会超出 蔡英文的这个部的棋局里头 那他怎么可以容忍 以蔡英文不是塑胶做 他这么怕自己跛脚的担心跟害怕 一定会全力防堵这种情况发生吗 我觉得真的是绿莹讲的话会比较精准 我自己的观察 我觉得蔡英文是一个权力欲望蛮重的人 他其实是会把所有的权力一把抓 即使他知道他即将卸任 我都觉得他隐约有想要指定接班人的味道 你光看他为什么陈建仁 就是从已经 他那时候已经被逼了 陈建仁没有办法跟他搭档第二任 然后是搭档赖青的 但是他对于陈建仁始终没有放弃 他把他视为是一颗棋子 可以来制衡这个赖青的 所以你看陈建仁从没有党籍 就是 然后还拿天主的名字来欺骗选民 对啊 然后加入民进党 然后你看现在的隔魁的热门的人选 如果苏政商被换下来 这是吴子佳爆料 对 他安插的可能就是陈建仁 那他要做什么 他就是权力平衡嘛 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大权旁落 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权力的恐怖平衡 那他要拿陈建仁来压制这个赖青德 要让赖青德知道说 我还有一个被位的妻子在这里 叫做陈建仁 你如果不乖 你如果敢对我怎样 我还有这个人 我不见得 不见得民进党2024 你是唯一的选项 就是一定要你出现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那个蔡英文 他其实是有得到李登辉的争传 就在全力运用掌控这一块 我觉得他 他连对郝伯春的手段吗 我觉得他其实是 还蛮会运用 运用他手上有的这些权力的筹码的 所以他会不会允许自己跛脚 当然不允许啊 以他如果是这样的个性 当然不允许 不允许的情况底下 就不能让赖青德独大 那你如果今天 这个赖青德 真的让他当上这个党主席 那他就没戏唱了 就党的机器 所有的各地的资源 都归赖青德所掌控啊 那他真的 他持党主席是假词 就是他的 就是不得不辞 但是你看他都多想遥控 还是需要一个傀儡 对啊 所以他要找的是代理人 郑文燦 对 他一定要找的是代理人 这样他才可以持续的介入党务 就是遥控这个人 那一旦变成是赖青德的时候 他就什么都不是了 然后他就只剩下行政院这样子 我觉得对一个长期已经党政一把抓的人来讲 他是不能接受的 所以他一定党 他想要牢牢的控制 那现在就看赖青德的意志力 跟基层支持 他的力道有多强 因为有时候是这样子啊 就是民进党的人 如果多数的党员都已经觉醒 就觉得赖青德是最好的选项 毕竟他们还是适用选举的嘛 赖青德如果有把握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出来挑战这个党主席 该是出来挑战一下蔡英文这个权力的时候 这个锅盖盖着正在烧 但大家还不敢说的时候 那莫非在总统府的那个检讨会议之所以没有找郑文燦进去 是想要五个人直接协调出郑文燦当葛魁吗 就是他当事人不要在现场 不葛魁就是当这个党主席啊 然后让郑文燦回避一下 毕竟论文事情也不太好看 就是想要共推吗 但显然这个赖青德不见得要买单 他可能也知道他们的用意 所以就直接呛名了说 我没有要 我们要支持 我想要自己选 有可能啦 有可能剧本是这样子的 因为上报就我的观察 上报通常他的独家都还蛮准 所以他如果第一时间传出来是这个 大概比较不会是自己乱掰 就记者乱掰 应该是有很内幕的人 知道这个讯息透露给上报 这样子 因为游英龙也是一个 对民进党的预言都很准的人 他就说 他认为蔡英文会想要 没收党主席选举 所以基本上是 就算办了选举 也是想要用协调共推的方式 选就选假的嘛 就是一个他自己认为可以承接意志 可以当傀儡控制的党主席 这个很重要 他这个不问人选绝对是郑文灿 是啊 那个蔡英文跟郑文灿多好啊 你可以看到什么 他经常跑桃圆 去的密度超高 超高的啊 然后什么活动 那个郑文灿也常常来台北啊 有阵子大家不是觉得 郑文灿不太像是桃圆市市长吗 比较像接近行政院院长 就常常来跟总统在一起 大家如果没有注意看 还会以为郑文灿就是受任的 什么加勒服都少了他还在台北呢 对对 所以小英其实他自己的用人圈圈 你看得很清楚嘛 郑文灿是他的爱将嘛 那陈其迈也是嘛 所以你看代理的那个党主席 只能给自己人啊 然后接下来真正的党主席 他就希望是郑文灿啊 郑文灿是活旗嘛 如果不是党主席也是格魁 但是现在真的老天爷就是 要考验蔡英文了 你的爱将就是接连出包嘛 那郑文灿被这个论文的事情一搞之后 他行政院长是不可能了 因为你光在这个立法院就被问到包了 就是每一个 都是民通的贴旦的爱徒 都一直问你的论文 然后把你的论文整个 就是这一段哪边也是抄的 那个光这个他处理不完这样子 所以他现在郑文灿唯一的路 大概就是党主席嘛 但是党主席如果赖清德 他现在 我觉得这两天应该会更明朗了 就是如果他确定要选 他也必须表态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对撞 急机密的要工 莫非礼拜六要发生什么 对啊 你刚刚一直说急机密的要工 我在想说 要么就是他直接去找蔡英文单挑 要么就是他直接 要宣布什么吗 宣布一个很重大的 实在是好期待 要不然一般 一般我跟你说 一般的人行程是这样 如果我没有去 有一个什么新的转折 或者是安排什么其他事情 他就顺顺的这样走 对不对 他参选也不需要临时改你们的行程 说不出席 这样子突然有个变动 表示有个更大的事情 比这个还至为关键的事 那眼界有什么事情呢 重中之重 那就是这个党主席选举不是吗 那种战鼓敲起来 这种人在吃米饭在哗笑的 听起来就觉得很热闹 我在旁边吃瓜 因为这个其实 这非常有意思 就是民进党在蔡英文 一人一致领导下 到底还可以撑多久 为什么民进党里面的人不说话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 真的 以前大家对民进党的印象 不是都是会大鸣大放吗 只要讲话的人 你看看不管是王世坚 或者是高嘉瑜 甚至是何志伟 现在下场如何 就是一直的被围剿 那讲到这个党内的黄成果 这些人就是更有意思了 黄成果昨天发的声明 真的是 因为跟台北市选情有关系 吴一农有关系 整个黑道 今天怎么敬周刊 其实有几个趋势在发展当中 敬周刊也是其中一个指标 我认为 就是跟自由时报一样 对我来讲的意义 今天敬周刊打两件事情 一个是高宏安的案子 在资测会任内 不管是兼职或出国念书 等等的 有什么真正的深喉咙进去 做出了更对高宏安不利的陈述 好像拿到了更有利的证据 马上就要把高宏安抓去办了 抓去关了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方向 当然就是打 你们国民党怎么有脸打 黑金 宇秋元的事情 有脸打这个民党黑道 黑金 你们怎么多少有钱科的 例子的这个乡镇市长 什么相关的人 比例更高 那到时候如果修法 要修法把这些有钱科人 通通拿掉 排黑条款 那你们民党通通掉了 这个你们自己怎么会 我觉得 如果 这个民进党现在被迟疑 然后就回来迟疑国民党 都是一个 对 那我觉得 我觉得他还是没有 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对啊 他应该是要很诚恳的去回应 民众现在对他的质疑 而且他要做一个 很决断性的处理 而这样的质疑 其实坦白讲 不是国民党直言 他们自己内部人 骂得很大声 就是说怎么可以 我们的中常委里面有黑道 这句话不是 不是国民党讲的 这句话是他们自己 里面的人 深恶痛觉 讲出来的耶 那所以我觉得 民进党还是不知道 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我觉得一个政党 真的他握有权力 久了之后 那个贪腐 真的会起来 对 那过去的国民党 也曾经经历过 黑金时期 也被民众批判 然后也被检讨 然后也进入了一个反省 所以这一次的选举 像我们在县市长的提名里面 那苗栗引发一些正义 当时提名为什么 就是无党籍的 就是那个中东 协议长 对 那就是党中有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过去有这样记录的人 我们不用修法 我们自己就说我们不提名 这个就是原则 就是有在这次的提名里面展现出来 那民进党现在是 自己被追着打之后 他的解套方式 就是说把别人拉进来 说你看 他里面其实也有 那人家你现在是执政党 大家要检讨的是 你现在 你我有最大的权力 你要怎么改革 结果你不交代 然后你说 你看看别的政党 可能都有 然后就把它放大说 哎呀那你如果全部的人 就是通通都算进来的话 那恐怕有多少人要掉 那我觉得 我们党 当然我们还是持续改革 就有一些对的价值跟信念 我认为应该要继续下去 可是说真的 有前科并不代表 这个人没有机会悔改啊 就是说 很多黑道比白道更上道 好吗 就是说更讲义气 然后说不定帮助比较多人 就是说他总是有一些自己 你现在也许 只要你现在做的不是坏事 你现在做的事情是合法的 过去曾经有 其实我不觉得不能更生啊 要不然更生就没有意义啦 你真的逼着他走绝路吗 那可是总是有一些规范的方法 而不是只是凭单一的 有没有前科 有没有记录来做判别耶 嗯 就是 这个当然就是各政党自己可以去讨论 就是在法律之外 各政党都还有属于自己的标准 那我是觉得 国民党要进步 当然就是你的 你的标准 你所做的事情 要比过去更好 你才会赢得更多的信任 那现在的民进党 反而我觉得他的堕落 我现在 觉得李院泽 讲的都是真的 他终于觉醒了 他不也是曾经同路人 对 但是他后来觉醒讲的话 其实很真啊 就是他看到的民进党 他加速腐败的速度 其实是比国民党 真的的过去 还要更糟糕 超乎想象 对 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他最近对很多事情的反应 就是这样子嘛 那包括他们的中常委 我觉得他根本在呛响 他是要党装处理他吗 他是在呛响党装 你不敢处理我啊 是 还要求成立调查小组啊 对 就是那种姿态跟讲话的方式 其实就是一种 威胁党中央 就是你敢吗 你敢来 吴亦农的败选在即的那个宣告 你敢处理我吗 那吴亦农被指引的问题就是 你当时其实担任台北市党部主委的时候 一边是赵映光 一边是黄成果 两个带着你 然后你那时候觉得他们很好 左右互法 然后跟他们关系看起来也不错 你当时都不觉得他们两个什么问题 然后现在你要补选立委 被质疑民进党黑金的时候 你秒切割 你突然觉得他们两个都应该要好好处理 而且还大眼不敢说 还喊话党中央 赵映光是我处理的 然后黄成果你党中央应该要给我处理 我就想说 那你真正的标准是什么 如果你从头到尾认为 就是以他们过去这样的资历 或者他现在在做一些事情 根本不适合担任党职 不应该站在你旁边啊 你应该是当下 当时你就 你作为一个市党部的主委 你是握有权力 而且可以做一个很好的示范的时候 你怎么什么都没有做 你那时候的处理都还是是被 媒体一而再再而三曝光的时候 你才做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政治人物真的是要接受检验 就是吴云农你的价值是什么 而且他以前他也不是出入这个政坛的小白兔啊 你还跟讲话已经选过立委了 他是精英 人家家大业大 背景很硬 那你那时候你都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背景吗 然后你 你当时你觉得有主委位置可以坐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 然后现在也是为了你的选情 你觉得切割可能对你的选情比较好 你就觉得他们什么都不是 难怪他们当事人也怒啊 就觉得 对啊 就想说 你这个人怎么翻译 比翻译还快 以前还是 觉得我是很重要 左右手 怎么现在一下子 黄辰国讲的 以前都说我是好人 现在怎么都不是好人 就现在跳出来发声明了 其实同化标准也会变成赖清德的检验标准 因为赖清德当面对蔡英文总统在党内 对于同志连初选的机制都剥夺 对于整个内部的一些领导的风格 甚至影响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时候 他没有讲话 疫苗采购等等的时候 他没有讲话 其实赖清德在历史的关头也一直保持了沉默 等于是认同了蔡英文的执政或党内领导的风格的时候 他再站出来要代表改革的一方的时候 也会有被检验的声音 因为他过去默默无声 但是接下来他是不是真的要发声了 是不是真的要炒菜了 大家一起共同搬板凳看下去 我们待会回来 我们还要再看一下嘉义氏最新的选情 当然苏清泉最新在法院立法 法院这边要求重新当选无效之数 我们也密切观察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因为我觉得屏东那个是选的真的是很好 一万多票 而且当中过程的确很奇怪 然后人开票开这么久 然后那个程序录影的影好多很奇怪 要好好查一查 屏东也是一个讯号 事实上 真的是一个讯号 整个台湾在翻了 对 就是你知道那个拍摸摸摸也是得罪很多人 所以那个出镇天堂那一卦差不多 跟周春明好多八卦 我也听到 虽然不在那听到八卦 Justin K 谢谢你 他说叫我们多支持屏东书院长 这个老实人怎么立抗屏东地方法院 他怕他太老实了 像彭文胜他又哇好多人在门口啊 对对对对我看到有一些难以的全主说应该要去抗一什么 国民党他除了谢龙介真的是靠女人撑起来的 这是他网友说的 不错国民党现在女力有崛起 真的 红秀柱当年被打掉以后 欢迎回来千秋万事 我们接下来先来看一下嘉义士 因为其实大家 忘记除了差点忘记啦 以为只有台北市立委要补选 因为补选打太热 大家差点忘记嘉义士 因为这两位明星级的战将 王王威对上吴怡农 让这个所有焦点都在他们身上 其实包括南投也有补选 还有一个嘉义士市长突然的 博玉景的被宣布要延后选举也是12月18号 马上就要庆行投票 目前选情如何 对嘉义士的部分 因为当时我也在嘉义县选 就是发生那个一个候选人 就是不幸往生之后 我那时候心里想说糟了 民进党一定会出奥勃 他的奥勃就是以拖待变 就是他一定不会是同一天选 果真就是看到即使立院党团 国民党就是开记者会 说这个所有的时辰都来得及 呼吁民进党不要这样子 呼吁是没有用的 他果真就这样 他就是硬把你延到12月18 这样子 那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 他当然有好处 因为李军毅是输的 输的这一方就希望争取多一点时间 然后民进党打的算盘是什么 他们以为他们2022不会选太差 他没有选太差的情况底下 等所有都结束 他们最擅长就是全党打一人 所有的重兵 因为他现在执政党 我中央的资源 我所有的党殖民 那我都给酒来加一试 然后我全部就来打黄敏慧一人 没想到输到脱裤子 然后没想到后院着火 现在又要选党主席 然后整个行政院的内阁改组 都还瞧不定这样子 但是呢民进党还是善于选举的 所以当时我在加一试的时候 我也听到黄敏慧市长 他就很担心说 对方大概会使出一些奥布啊抹黑啊 可能还是会利用这种耳语战啊 然后你说你看像现在李军毅就说 哎呀你不能让一个人坐太久啊 那不是坐太久的问题 那是透过民主的选举选出来的 重点是他有没有做好的问题啊 同样的加一试跟加一线 人家他的竞争力加一试是全国第七名 加一线是最后一名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 加一线现场都能连任呢 加一试市场更应该高票当选 不是吗 人家第七名耶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会用很多这种话术 就说哎呀应该要政党轮替啊 应该要怎样怎样 但事实上黄敏慧 他是很用心在进行加一试的 所以他很多的评比指标 加一试都远远超越这个加一线 而且他的财政状况也在他的执政底下 其实是非常好的 感觉很神奇 就是那个地图上看 就万绿从中一点蓝 对对对 当然他就是在那个所谓的淡黄区 就是加一线的人消费什么 大概都是跑到加一试去 但主要也是要看这个市长 有没有心 就你如果去比较黄敏慧跟图形者 我就查很多 就是图形者就不晓得他是怎么 就是加一试坦白讲 应该是人口比较少 范围比较小 你如果用心施政 那个成绩应该会出来 但是图形者都做不出什么成绩 那黄敏慧一接手之后 就是马上可以超越他 财政也超好的 然后就是他的那个整个消费 什么各方面都很好 那当然这个选举就是不能有大义的地方 现在我看到民进党的打法是 李俊逸一天到晚揪很多他们的明代 立委就是去帮他扫街 拜票就是他还是要冲出一个声势 可能赖清德没办法来帮他站台 但是他可能就找了很多的明代持续 那当然明会市长这边 他也会请这个国民党一些的好朋友 就是像我也会下去帮忙 就是大家还是会帮他 那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 明会市长他的执政成绩 我觉得嘉义市民是有感的 那这个应该可以帮他稳住 但是剩下没有几天 可能最后的冲刺 我觉得就是要提防民进党 会有什么样的黑寒 就是对 奥博 对对对 他们向来是会打这种选择 根据中时报导的 雅库的最新一份民调 这个这份民调制度还蛮惊人的领先幅度 就是黄敏慧是以76.7的高支持度领先对手 那么李俊逸的这个支持度只有8.9% 这个比例也太悬殊了 这个当然我不知道这份民调的可靠度如何 但无论如何 这也是一个指标之一 那所以嘉义市至少这一次这个 因为党中央现在有几个指标要观察 包括要去屏东 要吧 要去帮忙出新权 看一下验票吧 然后南投台北的立委补选 再来就是嘉义市接下来这场选战 对就是嘉义市这场选战呢 对国民党还是很重要 因为这个毕竟我们在中南部 而且主要是敏慧市长我觉得他执政非常的用心 他把嘉义市打造成是一个很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都市 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体嘉义县市的这个生活品质的提升 他具有非常指标性的作用 所以我觉得这一战希望可以帮敏慧市长就是稳稳的拿下 当然嘉义市他不能打很激烈的政党对决 就是嘉义市他的基本盘 他是绿盘还大于点蓝盘的 那敏慧市长是因为他真的在地执政很好 所以他可以吸收一些五党籍 甚至一些潜绿的人 不容易可能也会支持他 他是要靠这样子不能靠完全政党对决 要不然蓝盘其实是太小 那所以呢就是尽量去凸显 明慧市长做了很多超越蓝绿 而且是对于嘉义市民很有利的这一些政见 那这个可能是会对他 来讲在帮助上是比较大的 其实像董内我们的朋友中华民国宋说 他叫你王县长育民了遗憾 下一回下一回 他说要你到嘉义市助奖 那么也别忘了帮王洪威扫街拜票 所以这次至少王洪威是真的全党挺一人没有问题 对这个洪威这一战我觉得其实也是很辛苦 因为中山区他其实也是绿大于蓝 中山区其实没有那么的蓝 所以过去万安在那边可以选上 他大概也是靠要吸引一些五党旗 甚至一点点潜绿的票这样子 所以他之前跟吴亦龙的差距 坦白讲也没有到很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场补选之战 对宏威来讲其实是隐障 而且我现在已经看到了 民进党是铺天盖地要丑化他 现在已经还没有开始选 就把王洪威要骂成是巫婆 然后那个人家那个 吴亦龙就捧得很高 这样子好像是什么很有诚的企业家 他只要多讲话就好了 对对对 我也觉得 我也觉得 其实立委补选应该也要辩论吧 其实可以多几场辩论 我还蛮期待的 我还蛮期待的这样子 对那当然这个宏威也很需要 这个陆战的部分 大家去支持他 就是少接拜票 多一点人去撑他 然后因为他中山区 毕竟过去不是他经营的选区 所以我想万安的力量很重要 然后在台北市的这些民代 或者是知名度比较高的人 大家去互相去加持他 然后就是在中山区这边 至少可以打的比较 就是平均一点这样 那他原来的北松山如果可以赢 那这样子大概就可以过关 但是呢我觉得民进党 也会请全党之力想要赢回这一层 因为对他来讲 他会觉得有指标性的意义 就是说拜这么惨 他需要一场胜仗 那我觉得他把他的胜仗 你如果说嘉义市跟台北市补选 他压更多资源 在这一场补选 你看你光看 我昨天稍微 从三立到民事 就是稍微这样跳下 政论节目的讨论 都在网红威 对 然后压力太大了 对他现在就整个都在攻 王红威一忍这样子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挺红威 就是让他在这场选战当中 不要受伤 然后把蓝军的气势 就是完全的集结 那最后其实就是拼场 就是这边是可以拼场 就是所有蓝军的气势 大集结 加上万安就是刚当选的 这样子的一个气势 然后全力的 希望让红威在这一战当中 虽然辛苦 但是最后的这个成果 是大家愿意看到的 因为他已经准备很久了 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 也很适合进到立法院了 我们一起送王红威进立法院 差点让大家都忘了 南途也要补选 嘉义士人家还在选 可是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官方朋友 听众朋友很挂心 我自己个人也是 这个屏东的验票 党中央现在有一些 怎么样支持的力道 或政策要怎么样 来支持苏卿全院长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党 一个个人 一个候选人的问题 这是一个民主机制 如果民主机制是被破坏了的话 那不只是一个个人 候选人的荣辱成败的问题 整个国家的体制都被破坏了 对 我觉得这个苏卿全院长 非常的辛苦 就是开票那一天 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 他其实是互有领先的 但是最后竟然结果 这个是变成周春敏赢1万多票 那我想不是当事人不能接受 我发现很多男军的支持者 其实也不能接受这样子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之前2018年 当时丁守中在跟柯文哲选的时候 他们最后是差了3000多票 丁守中也是不能接受 因为主要是那个开票的那个过程 就是是边投票边开票 然后整个台北市 变数太多 台北市拖的很晚 你知道他最后开的票数是到半夜 对那是好刺激 才开晚这样子 那这次的屏东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味道 可是不可是 因为他的票数事实上 跟全国其他县市比起来 并没有那么多 为什么开这么久 对 所以就是有一点那个味道 就是那个过程 有其人一斗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那现在陆续传出来的影片 就让大家看到说 为什么屏东的这个开票 他没有按照SOP走 譬如说有一个人低个头 然后一直说周春敏周春敏 但是没有亮票 然后都没有亮票起来 这个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SOP 就是 我怎么可以凭你说的 算你 你一个这个计票人员 你当然要 要亮起来 让大家知道说 你说周春敏一票 你念的跟实际上的票 是符合的 对啊 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他的支持者 然后你只念他的 看到苏星权也念周春敏 可是现场应该有 监票人员应该要纠正他 但显然现场也没有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很明显他程序已经有瑕疵 那程序有瑕疵的东西 我不晓得中选会 为什么可以挂保证说 不影响结果 你怎么会知道 就程序瑕疵 他可能就影响了结果啊 至少你这个票数是不对啊 我们不敢说 最终是不是会翻盘 但是至少这个票数 就不准确的嘛 那我们怎么可以允许 我们在县市长投票当中 有开出来的票数 你中选会公告的 是跟实际是不符的 这当然就是应该要重新验票嘛 那现在这个 那个周一轮主席 他第一时间其实也有下去评斗嘛 他一直跟这个苏院长 其实有保持联系 那党中央文传会这边 其实也一直在这个文宣上面 有去挺这个苏院长 我们要求的就是一个真理 就是一定要重新验票 那立院党团其实也是声援 就是要验票 那现在司法的部分 这个苏院长已经提出了 就是这个无效之数嘛 是不是有其他律师团 一起进去协助 有有我们 我们其实 党中央有这个考计会 考计会 其实也有这个律师团 都会提供必要的协助跟帮忙 不会让苏院长自己一个人孤单 因为我知道 很多这个蓝军的好朋友 都有在群组上说 要去支持这个苏院长 不能让他孤单 那我想党中央在这一个部分 是不会让苏院长一个人的 就是这件事情 我们要的很清楚 就是要真相 那你不可以 让你们这样的执政 有在任何一个县市 有这一种 黑箱去操弄的空间 所以这个部分 一定是挺这个苏院长到底的 那他真的是非常辛苦 那他这一仗 其实打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可以把票数逼得这么近 那我们现在只是要求 整个的那个程序 不能是有下次 谢谢 但我念一下超级桌内 中华民国宋 反正支持嘉义士 然后支持王鸿威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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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